Halloween,万圣节是我到美国以后最喜欢的一个节日 因为不管你的社会角色是怎么样 在这一天都可以放飞自我,装疯卖傻 我跟我儿子对于每年costume的一些设计 都是比较贴近自己内心或者是贴近自己文化背景的一些选择 今年漫威动画Marvel Studio的第一个亚裔的superhero上期上映了 所以这就是我儿子的选择 因为他非常喜欢这部电影 强烈要求要买上期的costume 上期的这身衣服是我在Amazon上订的 最大好像就到七八岁吧 就是Marvel这个商标,Disney的商标 其实挺薄的,很薄的一个 像是秋衣秋裤那种感觉 上衣也是薄薄的 材质呢就是百分之百的棉 所以其实不当costume 当一个贴身的纯棉的衣服也不错 好,现在就请豆包来当模特上身一下 我是上期,这是我的武器 一个罐子,两边是红色的 然后这是我的另外的一个武器 是石环,两边都是纪念玫瑰的 然后那是十个蚊子环 我把它当成石环 你从哪知道了上期这个故事 你从电影院前几天就去看了 哦,你喜欢这个电影吗 好,喜欢 尤其是在上期打漏魔的时候 我上期也会说中文,所以我很搭上期 你很搭 哦 啊,耍一个罐子 太帅了 我今年的costume就是Poki Izaki Gorko 日本公司生产的这个零食 但我觉得它本身已经超出了零食的范围 有了一个很强的文化符号 基本上所有的亚洲食品超市都会有这款零食 然后所有有亚裔背景的小孩 可能多多少少都了解这款零食 那我今天就来展示一下 怎么把一个纸盒子变成一个Poki的costume 这是我从Michael's买的大同饼吸颜料 如果你喜欢也可以用红纸代替 还有一个准备工作 就是把Poki相关的商标放大打印出来 然后剪纸就可以了 这边是巧克力饼干棒的制作 用巧克力颜色的纸再贴上黄颜色的纸 就是简称你觉得正确的形状就好 是谁啊 一个罗宝宝 真的把这边的纸盒也放得上来 是谁,这边的纸子 它是不矢的 放开这边来,这边的纸盒 放开这边的纸盒 它是这边的纸盒 往前付出 Abe YESIK LAKA 登登登 耶 发气 耶 这是你的costume吗 对呀 这是我的costume 这是妈妈的costume 但是我还想穿 OK 但是妈妈太大了 所以不适合当这个 因为这个盒子太小了 我能穿进去 那你能吗 你的头太大了 不一定能穿进去 走起来 走 我是Pocky 我要吃你 我要吃你 好看吗 我要把你弄的全鸡套货 走开 既然聊到这儿了 我就在家带一点私货 分享一个我前两年山寨的孙悟空的costume 有一阵子豆包非常的迷恋 就是西游记相关的故事 看动画片 电视剧 还有小人书什么的 所以那一年的Halloween 他非常的想要打扮成孙悟空 我们就买了一个猴子的costume 然后再就是传了一个这种很像美猴王的这个 呃 皇冠吧 嗯 就是各种 传最后就那年穿的就是美猴王 然后我那一年装扮的是皮卡丘 这个应该是在波士顿的科学管罩的箱 还挺好玩的 看官可以猜猜 这是什么东西 thecostume 这个可能跟我差不多年龄 在中国大陆长大的朋友会认得 这个是葫芦娃 是漆娃 它是有一个保葫芦 可以把一些东西都吸进去 然后也是那一年呢 董包非常的迷恋葫芦娃 当然应该是受我的影响 看了很多葫芦娃的动画片故事书 这好像是家人从淘宝上订了寄来的 要不然就是那年 呃 我们回中国的时候 顺便买的 然后那一年在幼儿园 在学校的costume 就是七华 我也跟风成了蛇精配合他 ok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已经把我的pocky costume装车 以后几天准备在各种场合放飞自我啦 我间那有问题 不可能是一开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